这一次国民党开除了五名党员之后 引发了各界不同批评 有人说国民党要变成一言堂了 前立委张硕文更爆料全代会之后 还有13人也要退党 对此党主席朱镕回应 他自己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但是不接受党员打着蓝旗反蓝旗 拿着马英九总统画像 前立委寄国动要把画还给马总统 被赶出老东家马上失去不分区立委资格 连立法院的会议室都无法使用 画上写的爱名如女格外讽刺 那我现在要还君明珠 送还给马总统 送到总统府 我只有一句话 期待马总统 爱名如女 希望他爱护我们的人民 就像他的女儿 国民党一口气开除了五名党员 而且根据党内规定 六年内都不得恢复党籍 其中被开除党籍的前立委张硕文 也接着爆料 全代会后还有13人也要推党 当然反而会造成更多人 在这个时刻 或许是1979之后 就变成他们一个离开正常时机 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为了维持党的一个纪律 为了大家共同的信念 还是必须做出处分 所以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但是最重要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党内开闸的还算是小咖 对选战真正有影响力的 还是在立法院长王金平 位置到底怎么放 全代会有党员要提案修改 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划 谢谢 还没有规划 但有没有听到提案封声 朱立伦不回答 只强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必须做出处分 但开闸之后 党内杂音还是不小 约然TV前四名黄云成综合报导